欢迎收看多肉植物养护技巧大全的系列视频 我是主持人樱木 那今天樱木教大家 多肉植物买回家之后 我们应该通过如何正确的技巧 给它装上花盆 也就是啊 多肉从裸根状态 状态到上盆的整个过程的操作 具体应该是怎样的 这是困扰很多多肉植物养护新手的问题 因为如果你上盆失败 错误的技巧会导致多肉植物直接养不好 甚至养死了将非常的可惜 那这场课程呢 樱木将把详细的上盆技巧 用实操的方式展现给大家 接下来我们来看吧 好的 大家在平时买多肉的时候啊 买到家的时候呢 多肉一般有两种状态 第一种状态呢 我是以这个啊 这个是多肉法师为例 它会呢 把多肉上部分的叶片用纸给包起来 下部的根呢裸露出来 这种该怎么上盆呢 那第二种啊 是以这样的土球为例 它有可能啊 自带一个花盆 然后呢 花盆取出来是一个完整的土球 那这样的多肉应该如何上盆呢 这堂课程呢 樱木就详细的把这种 两种常见的多肉植物的一个 这个收获的状态 都分别给大家讲一讲 那第一种的话呢 就是这种裸根苗 首先樱木要给大家解释一下啊 为什么商家要把它发成这样的裸根苗呢 这主要是因为啊 在给你发货之前 这些法师啊 这些法师苗 它本身在商家那里是要进行量根的 量完根之后才会发货 为什么要量根呢 就是因为这些根系 原本在商家那里啊 它是这种新鲜的嫩根 这种带有水分的嫩根 如果直接给你发过来呢 在路途上很容易发霉腐烂 一旦腐烂啊 这些病菌呢 会长期的侵蚀根部 导致大面积的根系死亡 可能在发的过程中啊 您家的法师可能就挂掉了 所以说商家一定要在发的时候 发的时候啊 就给它量好根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技巧 所以你拿到根之后呢 你会发现它是一个这种 完全干燥的状态 千万不要以为它死了 不要有这种想法啊 它是没有死的啊 并不影响它的健康 那我们拿到苗之后呢 首先要拆它的这个叶片 拆叶片的这个过程啊 一定要稍微小心一点 就一层一层的给它打开 尽量的不要把它的叶片呢 损伤到 然后呢 我们怎么去拿呢 把这个苗倒过来 像这样啊 看好啊 倒过来这样拿 然后一层一层的给它取掉 这样的话呢 可以达到叶片的损失度最小 多肉里面呢 会包裹这样的 像棉花一样的啊 这种东西 这个的话呢 我们取的时候也是从上 把它倒过来 然后从上往下取 这样的话呢 叶片的损伤最小 取好之后呢 会是一个啊 这样的状态啊 这样的状态 你不要呢 轻易的去动它的叶片 不要动它叶片 因为这个时候啊 它的叶片会比较缺乏水分 很容易掉 咱们不要轻易的去动它啊 就让它呢 保持这样的状态 不要动它的叶片就行了 接着呢 我们拿苗 下一步做什么工作 下部的工作呢 是修剪根系啊 把苗展开之后 就来修根 那像这样的裸根苗 我们主要修剪什么呢 记住一个原则啊 少剪但不重剪啊 并且不能不剪 为什么要剪下的根呢 因为多肉植物的根系啊 是越修剪 它生长的越快 越容易发新根 如果全部是老根 你直接栽在土壤里面 它发根的速度会比较慢 但是呢 也注意不能的 大面积的把根剪完了 像这种本身都已经啊 量亡根的枯根 我们直接在边缘的一圈 把它的一些根须打断 促进它去发新根就可以了啊 促进它发新根 不用剪太多 把虚根剪一剪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呢 它发新根的能力 将会更加的强大 稍微剪一剪 促进它发新根 像这样 给大家看看啊 那像这样修剪完成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上盆了 等会上盆 应该来演示操作啊 马上我们来上盆 好的 根系修剪完成之后啊 您可以把它放在一个 通风阴凉的位置 晾上半天 晾好之后啊 就可以进行上盆了 两根的目的呢 是希望根系的伤口 尽快愈合 这样的话呢 上盆更加的保险 那下面呢 硬木就选择了一个 多肉植物的花盆 关于多肉植物 应该选择 怎样的花盆栽种 上面的课程呢 有具体的课程内容 大家可以翻一下 多肉植物花盆的选择 下面的话呢 硬木来使用 多肉植物的土壤 直接呢 来上盆 大家注意哈 这个多肉植物的土壤 上方也有一期课程 专门来讲多肉植物的土壤配土 硬木的这个配土呢 非常的经济划算 而且呢 操作起来非常简单 大家可以去翻一下课程 我们呢 直接给花盆里面垫上土壤 像呢 法师这样的多肉呢 我们是不用在意啊 这个土壤是干土还是潮土 因为我们上盆之后呢 是要给法师直接浇水的 而平常其他的一些小多肉 等会硬木会来演示 我们是不浇水的哈 来 这个时候呢 土壤选择多肉植物 专用土壤就可以了 此外的话呢 多肉的这个土壤 不论是干湿潮都可以 没事啊 垫好底土之后呢 我们把法师放在 整个花盆的正中央的位置 然后呢 直接再来给它垫土 给它覆盖 覆盖好之后呢 还没完 我们调整一下位置哈 然后直接浇水 让土壤下沉 让法师呢 可以在土壤里面 慢慢的立起来 好 浇一点水之后呢 我们可以看到啊 法师呢 已经可以在这个花盆当中 立起来了 我们轻轻的把这个土啊 给它 垫好 然后呢 在中部轻轻的往下 按压一下 因为法师是毒杆苗 比较容易倒伏 前期啊 这样的栽种的话呢 就已经栽种完成了 上方呢 还可以铺一层铺面石 更加的好看 我拉一下镜头 给大家看看 现在栽种的状态啊 还可以看到啊 这份法师的话 现在就栽种完成了 栽种完成之后呢 并没有完 这个时候呢 我们得继续的浇水 为什么法师上盆一定要浇水呢 大家注意 这个苗啊 在商家那边已经晾了很久了 可能呢 已经晾了半个月 一个月 到我们手上呢 刚刚修根 也晾了个半天 现在它是一个严重缺水的状态 我们一定要给它浇水 因为呢 它本身这个枝条 木质化 就已经比较啊 种的一个木质化 它并不会因为 你前期上盆浇水 而积水死亡 所以说这一次 刚刚上完盆之后 像法师这种老庄 我们一定要给它 浇水给浇透 特别是它缺水很久 当它呢 从花盆里面 吸收足量的水分之后 叶片就会从 现在比较伪念的状态 逐步的打开了 所以说大家不要担心 现在叶片状态不好 浇好水 慢慢就会打开 那浇水之后呢 先把它养在一个 通风散射光的位置 不要马上曝晒 等它叶片 慢慢的挺立之后 开始生耕了 再逐步的增加光照 就可以了 这个就是 关于这种老庄苗 上盆的所有技巧 下面应该再来讲 一个更简单的 也是更重要 更多花友会遇到的 这种小苗的问题 小苗应该如何上盆呢 下面我们来看 好的 那像这种多肉植物 已经带土球 完整的小苗 我们应该如何给它上盆呢 这个时候啊 大家注意了 我们呢 是拿到这个小苗之后 原来的土球呢 我们只用啊 轻轻的倒立过来 然后呢 轻轻的给它拍打一下 不论你的土球 是大是小 都可以给它拍打拍打 底部拍打 四周拍打 让它呢 里面的毛细根 从土球里面裸露出来一些 接着呢 把整个啊 这个小苗 给它倒立过来 把下方的枯叶扯掉 枯叶扯掉之后呢 可以增强一下 它底部的一个通风性 避免病虫害的发生 接着呢 我们不用修根 也千万不要把它的土球 全部都打破 下方呢 就可以直接上盆栽种了 然后呢 我们选择一个合适的小花盆 花盆不要贪大 接着呢 我们就把土壤放上去 注意这个时候我们选择的土壤 看好这个土壤 它是什么颜色呢 大家可以看 它颜色发深 为什么 因为它是一个微潮的土壤 这个土壤本身是潮湿的 并不是干土 我们给这种带有土球的 这种小苗上盆 注意我们直接使用呢 微潮的土壤 不要浇水啊 不需要给它浇水 用微潮的土壤上盆就可以了 接着呢 把它栽在花盆的正中央 然后一点一点的在附近 转一圈 垫上土就可以了 好 那这个时候啊 就是一个完整的上盆 上好盆之后 我们把花盆轻轻的往下抖动 让旧土跟新土充分的接壤 这样的话呢 就完成了栽种 栽种完成之后 我们不要给它浇水 刚才樱幕已经说过了 为什么呢 因为这样的苗 它很弱 是小苗 它吸收水分的量是很少的 而且原来的土球 本身就具有一定的水分 这个时候我们用潮土上盆 潮土里面的水分 就已经满足它的生长 我们不要给它过多的去浇水 接着呢 把它上盆 用潮土上盆之后 养在一个通风散射光的环境当中 不要去曝晒 注意 千万不要曝晒 在通风散射光的环境当中 净养两个星期到四个星期左右的时间 你就是半个月到一个月 然后再逐步的搬去晒太阳 在整个养护的过程当中 浇水的原则 保持一个干透少量的浇水就可以了 等它干透少量浇水 像这样补水 通风散射光 它就可以啊 顺利的换盆 适应新盆的环境了 好了 那这个就是关于多肉植物换盆的几个小技巧 两种换盆技巧 樱姆都给大家展示了 樱姆最后提醒了大家 在多肉植物换盆的过程当中啊 在你使用土壤的时候 一定注意 土壤 土质 一定要疏松透气 尽可能跟它原来的土球 土质接近 使用多肉植物专用的土壤 是最合适的 或者呢 像樱姆上面的课程 多肉植物配土那样 配土的方法那样 学樱姆去配置多肉植物的土壤 好了 那这一期关于多肉植物上盆的技巧啊 樱姆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啊 欢迎大家点赞 关注加转发 加评论 加收藏 我们下谈课程 再见了